俗话说,场闹不可怕,最怕的是冷暴力,吵架时还能好好说话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脾气和修养,尤其是在爱情里一个能平和谈话的人,更能懂得爱人不会随便说出让爱人伤心的话,无论是爱情也好,结婚也罢,一份好的关系,都需要好好交流的人,哪怕两人之间出现了分歧,他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化解误会与冲突, 不让会情绪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关系,但是并不可能每个男人都对自己的老婆这么有耐性,在实际的生活中,这三个生肖男往往会与自己的伴侣发生口角,可能还会冷暴力,生肖属牛的人性情温和为人淳朴,对人真诚,慷慨,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完美对象,在工作上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搭档,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, 得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好评,在家里,他们很有同理性,愿意担当起自己的职责,并不只看着自己的老婆独自忙碌,相反,他们还能主动地投入到家务当中,不过,他们也有他们的固执, 这一点只有他们最亲近的人知道,他们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更改,如果两个人闹别扭了,他也不会先妥协,因为在他们心中,是非分明绝不会因为一个女人的情绪,就放弃自己的原则, 这时候他们都会选择沉默,让自己和伴侣平静下来,却不知道长时间的冷暴力,会让彼此之间的感情逐渐地淡下去,顺向如狗的人性格外向善于和别人交往,在工作中,他们会全身贯注,竭尽所能地将手中的工作完成,藏布托尼带水,而且效率极高, 工作成果也是随常突出的,在家人方面,他们也会倾注全部的心思在老婆身上,在儿女身上,在该他负责的时候,他绝不会推卸责任,他会和老婆一起管理整个家庭,但是如果两个人吵架,他们被对方无意中的一句话伤到了,他们也不会说出来,只会默默地藏在心里难过,只有你主动去哄他,他才会恢复和你正常的交流, 一旦使用冷暴力关了,家里就不再是温馨的港湾,而是压抑的地狱,使用冷暴力,最终受伤的还是夫妻双方,生肖数码的人性格随和爱交友有很多知己,他们人际关系好,本事高,办事也快,让人放心,但是在家户上,他们就很为难,而且和自己的老婆闹别扭的情况下,他们更是拉不下脸来道歉,不知道是因为大男人主义, 还是因为骄傲,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错,哪怕是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,他也不会向你承认,只会等着你主动去安慰他,如果你没有表现和好的意愿,他们可能会采用冷暴力的手段让你屈服,殊不知冷暴力才是最伤人的手段,不管多亲密的关系都会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冷落,而逐渐淡漠, 墨鲁瓦没有冲突的婚姻,几乎同没有危机的国家一样,难以想象婚姻生活中避免不了冲突,有时候吵架的本因是为了家庭更好的发展,但是不要用冷暴力的方式来伤害夫妻间的感情,长久而稳固的感情,离不开彼此的体谅与包容, 事实上,不论男女,不论哪个身孝,一旦确定了彼此,便要好好经营这段关系。